哈喽大家好,我是小夕,我们又见面了,让我们穿越文字的隧道去翻开那尘缝的历史吧 在考古界中流传着有一句话,石墓九空,毕竟古代的防盗手法有很多种 而在众多古墓中,最有价值的还是皇家的墓葬 这个墓葬的主人是尹靖王,朱元璋的儿子之一,曾经也是湖南一带藩王 一般古代皇帝之外是不能拥有军队的 但是朱元璋对于尹靖王的偏爱,并下令将自己儿子设立自己的军队 尹靖王在自己的领地上生活也是相当惬意 他死后也是享尽无尽荣耀,并且和妻子一起合葬在当地 他的墓葬都是按照皇帝的等级来建造的 在尹靖王的墓遭到损坏后,皇帝还立刻迅速修补进行重建 并且墓葬还有无尽宝藏,却遭到了盗墓界的际遇 但是一个宝藏墓穴,怎么可能没有一点手段 不过盗墓贼用什么办法都没有进入墓室 而到抗日战争时期,日军看上了尹靖王墓葬 但是日军的七八次炮火轰炸之下,尹靖王墓葬还是很好 曾有无数人想要里面的宝贝,最终还是无缘 正因为这样,尹靖王墓葬成为了我国最难道的墓葬之一 好了,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,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喜欢小戏的朋友记得关注转发点赞,小戏和你不见不散